把这些报纸撕掉 看上去就跟新车一样 这一块玻璃也碎了 为什么没有换呢 前几天就我一个人 一个人怎么换呀 知道也是 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玻璃拆下来 这个就是拆玻璃的专用工具 换玻璃 先要把鲸鱼板拆掉 这个玻璃都是用胶粘的 要先用刀片在里面划个口 再用钢丝从玻璃缝隙中穿出来 把钢丝穿进去就可以取玻璃了 马上掉了 好了 掉了 掉了 小兰 这个终于用好了 你放里面就好了 好 安装新玻璃 需要把旧的玻璃胶全部散干净 小兰 安全医疗要拆要来修复吗 肯定一样啊 你把它拆下来吧 小兰 这块玻璃换一下多少钱 这个车换一块六七百块钱 这么便宜啊 给我的车也换一块吧 你的玻璃不是好的吗 这玻璃拿来好了 我早就想换了 这个玻璃刮不干净 我刚开始以为是雨关片坏了 后来我把雨关片换了 玻璃也洗了好几遍 但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你的车是因为玻璃上有一层油膜 油膜是需要用专用的清洁膏才能清洗掉 用湿毛巾擦一下玻璃 挤一点油膜膏在擦板上 用这种钻圈圈的方式擦 能够有效的把这个深度油膜去除的更干净 雨刮片也擦一下 用水把玻璃清洗干净 这样就清洗好了 你进去刮一下玻璃 还真的清洗干净了 这效果就像新玻璃一样 怎么样 是不是省了一笔换玻璃的钱 确实是 这里还有一瓶小的雨刮精 和自来水勾兑在一起 夹在雨刮水壶里面 这样可以防止油膜再次产生 谢谢了 我就先走了 拜拜 小雕 需要帮忙吗 你来拆副驾吧 这个车副驾驶的安全气囊也爆掉了 需要把这个仪表台拆下来 拿去室里面修复 用保鲜膜把工作台包起来 煮气囊也包一下 还有一个东西也需要拆下来修复 这个就是气囊的店老板 给他绑在工作台上面一面弄丢了 给他放到熊猫车里面去 这个别客车马上就修好了 修好了我就开始修长城炮 这个长城炮手动四驱柴右板 修好之后开起来肯定很舒服 大家好 我是小兰 昨天我舅舅跟我说 他的铲车挂上了不会走了 让我今天来帮他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在来的路上我看到有人用骡子坨沙子 我想把铲车修好 然后过来帮帮他们 师傅我在那边修铲车 等会铲车修好了 开过来帮你一下 我已经和师傅们商量好了 这骡子好可爱啊 等我把铲车修好 他们就不用这么累了 现在我要先去修铲车了 我先启动着 检查一下刮上脑为什么不会走 把卸牙法打开 直接扎电短接 然后踩离合器 挂前进挡 放掉离合器 车子不会走也不会熄火 另外两个操纵杆是控制前面的大铲子的 它这个可能是离合器坏了 我下来检查一下 你们看这个就是离合器 和小轿车的完全不一样 它是皮带传动的 现在我睡下去检查一下 你们看 调节螺丝已经到极限了 再调的话螺丝就掉出来了 肯定是离合器骗坏了 这个离合器在外面 比轿车的简单多了 先把它翻下来研究一下 这么大一个离合器就只有一颗螺丝 把这颗螺丝拆掉 然后用螺丝刀把皮带撬出来 像这样子卡住之后 然后转动飞轮 这样皮带就出来了 然后再碎下去把离合器拿出来 这离合器应该有点重 慢慢地把它拿下来 我把它分解开研究一下 看一下与轿车的有什么不同 小兰你怎么在这里 我就是用铲车坏了 我在这里给我就是用铲车呢 那你帮我看一下我测玻璃吧 你的玻璃怎么了 以前那个玻璃升起很快的 现在好慢啊 那我看一下 有点卡 还有声音 车子时间太久了 这个橡皮条里面就会有灰尘 喷点车窗润滑剂 这个不仅有润滑的作用 还有清洗的效果 现在再来看一下 喷了润滑液之后 现在顺畅多了 给它把离合器打开 离合器片应该就藏在这里面 这个是鸭盘 这个是离合器片 已经烧掉了 天呐 这里面还有一块离合器片 这块都生锈了 不知道这个离合器片能不能买到 先打个电话问一下 配件买到了 离合器片老板不单卖 买了个总成 但是价格也不贵 就200来块 现在把它装上去 直接放上去 对准一周 然后把螺丝扭紧 调节螺丝也扭紧 然后出来把皮带装上 这个时候需要使用一点点小技巧 启动马达 皮带就可以进去了 我这个装皮带的方法还不错吧 挺快的 我现在发动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动 能动 我就去帮那个叔叔采沙子 可以 可以开了 哈哈哈 我厂车刚修好 准备过来给师傅帮忙 结果这些沙子 全部被马脱完了 他们又回来了 罗子 对不起啊 都怪我修车太慢了 让你都累了 啊 这是什么情况 你为什么拿我的车呀 我的车观众档不会走了 你可以带我到修理厂吗 你的车在哪里呀 我就是修车的 我可以帮你看看 你别开玩笑了 我的车真的坏了 我说的也是真的呀 你看这个是我的修车职业资格证书 我后面还有修车的工具 原来你真的是修车的呀 走吧 带我去看看你的车吧 我的车开得好好的 底盘突然传来哐哐哐的声音 然后我把油门踩到底 车子都不会走 这个是小问题 先让我试一下吧 先启动发动机 打离合器 挂道档 松手沙 哇 轻轻松松跑到160 师傅 你上来踩油门 我趴下去看一下 你要小心点哦 不用挂档了 我知道哪里坏了 你的传动轴跑掉了 什么东西跑掉了 就是从车前面到车后面的一根传动轴 那个贵不贵 不贵 就几百块钱 师傅 你放心 你的车就交给我吧 我现在去把工具拿下来 用砖头把前面轮胎塞住 先用千斤顶把车顶起来 再放两个安全凳 因为千斤顶不是很安全 然后躺在车下面把旧的拆下来 这个电池快没电了 师傅 帮我从后背下来一块电池 轻松拆下来了 拍个照片发给老板看一下 等一下直接让他送到这里来 老板说还要用卷尺量一下传动轴的长度 差不多98公分就够了 等一下吧 马上配件就送过来了 这个新的传动轴到了 这个是收据 价格是180块钱 你们猜我一会收到多少钱 现在那个师傅去那边找旧的传动轴去了 不知道他能不能找到 我现在把这个新的给他装上 这个直接对准变速箱插进去就可以了 另外一头四颗螺丝装上 非常简单 装好之后挂档测试一下 免得过几天又跑掉了 OK了 没有问题了 然后把安全凳拿出来 千斤顶放掉 你们看 他的传动轴我找到了 我的车修好了吗 修好了 一共是300块钱 如果后期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就导航小阿兰修车 粉丝们也可以关注我 以后有修车的问题都可以问我 还好 这就是香港的速箱 满车